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这次的分享 从小白到开源爱好者,沉浸式开源指南 很高兴能够在DDUC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跟大家来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一些开源的一些技术分享 那也希望呢,我这个10分钟的分享呢 能够帮到你,能够让你的这10分钟有所收获 你好,我是白焕成 Lenox中国开源社区的开发组组长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做过很多工作 包括开发者关系呢,也在一些大厂待过 当然,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给我自己的标签就是开源人 当然,也正是因为开源 今天呢,我能够再坐在这里 去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开源的经历 那么首先呢,我想先一老卖老一下 先来聊一下自己的开源经历 我觉得我自己的开源经历呢,能够帮助到在座各位的很多的一些困惑 那你可以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去了解你当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以及如果你想到的下一步发展,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接下来,我来跟你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参与开源的故事 我自己其实参与开源呢,还不算特别晚 已经有接近9年的时间了 当然,作为早期,也就是2012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 那其实我将之称为我自己对于开源的一个懵懂期 懵懂期最大的特点是 我对于开源其实本身是没有特别深的感知的 我更多呢,是在使用一些开源的产品 2012年到2014年其实是我自己在上高中的时间阶段 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呢,我父母给我买了第一台电脑 然后呢,我开始去研究了很多和建站相关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当做个人站长 那同样的,我自己呢,也去创立了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 包括我的个人博客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我在那个时间研究东西 而那个时代呢,作为耀眼的开源项目 其实是一些博客和论坛程序 比如说,像我用过的像我的price 对吧,像discuss这样的一些应用程序 其实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那我自己呢,也通过使用这些程序呢 去建造了一些属于我自己的网站 那么在这个时期,我基本上是没有太去在乎 开源这件事是本身它是什么东西 对吧,我只是很高兴的说 诶,我可以去有一些免费让我去使用的程序员码 那这个事是让我一个很开心的 当然同时期可能还有一些盗版的这样的一些员码站会出现 对吧,这些也让人觉得不是很开心 但在那个时代的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对吧,我可能还是选择会使用像wordpress这样的一些应程序 来去建立我自己的博客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对开源是没有什么感知的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是2014年到2016年 这个时期呢,我称之为是开源的青春期 在这个时期,我其实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2014年到2016年呢,刚好是我进入到大学 从大一一直到大三的这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的典型的特征是 我的时间是非常充裕的 对吧,当时呢,你想上了大学家流给买了新的电脑 然后呢,我来到大学呢 我报的又是一个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对吧,你会有大量的时间是泡在和计算机相关的事情当中去的 这些基础设施的限制也不是对于你当前的限制 然后就发现,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做了一些很年轻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拉上几个朋友,对吧 我们在GitHub去创建一个organization 然后呢,大家把自己的项目放在这个organization当中 对吧,那这些是我当时去做的 当然在这个时间阶段呢 也让我去做了一些 对后来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我就在这个时间节点 加入到Linux中国 在Linux中国的翻译组当中呢 去做一些基础的翻译任务 那么这个是我在Linux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开始 那其实你回看我这个时间节点呢 因为我当时是处在大家生的一个阶段 对吧,我最有的就是时间 所以呢,我会开始说 嗯,那我可以和几个朋友我们一起玩 对吧,我们在GitHub上 我们几个人呢 可能就三四个人 大家创建一个organization 然后大家在一起去协作 对吧,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当时其实可能 并没有像真正的一个开训项目一样 说我们大家能够协作 更多是说我们几个人觉得说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组织 这样好像我们就有一个品牌名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项目放在这个品牌下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对于开源的意识呢 没有那么深 更多是作为一些参与者 对吧 比如说像我在Linux中国 对吧,我通过一个翻译的方式 我参与到了Linux中国这个开源社区当中 那么这个呢 我视之为说是我的开源的一个青春期 那我做了一些很幼稚或者很义气的事情 但是它确确实实也是我开源的一个开始 那么再下一个时期呢 是从2016年到2018年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我大三到大四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我最典型的特征是 我开始有意识到说开源这件事 以及去在开源这件事中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在大三到大四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的技术啊 各方面的能力 其实已经开始逐渐的成熟 我开始能够去做很多的开发任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开始说 OK,我有这样的一些开发能力 那我也能够做这样的开发的事情 而且我也有一些开发灵感 那我就开始去做些事情 并且呢 把这些项目放到GitHub上 开源提供给别人去使用 那比如说在那个时期 我其实做了像有一款叫 CosLessenter 那么这个呢 是把腾讯云的一个Cos的这个文件存储 然后呢 展示成一个类似于 Apa其默认的IndexList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想做就是说 我自己当时在用Cos 那我就会希望说 我能不能把Cos 也做成类似于Apa其默认的 这个Index功能一样 这样的话 我可以去做一些基本的文件上传的时候 用起来会非常方便 那我做了以后 我就把它开源出去 开放给别人去使用 但是呢 在这个时期 我也有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时期 因为本身 在大学里 其实更多接触的都是开发相关的工作 那自己其实对于 开发方面可能关注更多 其实我可能没有太在意说 这个项目 一定能够得到一个 多数人的关注 我更多关注是 我真的去解决一个 有价值的需求 然后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真的把这个事情提不给别人去使用 那这个我觉得是在当时的那个时间节点当中 我觉得我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对吧 我也觉得说在那个时候呢 它正式是我参与到开源社区当中 不再是一个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我真的是去做了一些具体的项目 具体去解决了一些需求 那么这个呢 我称之为说是在那个觉醒期 那最后呢 就是我自己的开源的一个兴盛期 那也就是在2019年一直到至今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的开发技术已经完善 然后呢 我自己也通过加入腾讯去做产品运营 这样的一些工作 来去学到了一些跟运营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么这些知识配合我自己的一些开发的技能 从而呢 让我自己在开发加运营这两件事上呢 都拥有这样的一部分能力 然后将他们结合变成了一个有运营能力的工程师 对吧 那这是我的一个特征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我也去做了一些开源项目 而且呢 还打造了两款爆款 比较爆款的一个开源项目 一个拿了5000多star 一个拿了1000多star 对吧 那可能说相比于很多特别大的项目 不是特别优秀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项目 我其实还挺开心的 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我不再是一个只关注代码的开发者 我开始去关注开源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去思考说 开源到底去解决了什么问题 那也正是因此 我总结出了我后面的这五条建议 那么也希望呢 这五条建议能够帮助到你 能够让你呢 成为一个更好的开源的开发者 首先第一条是从小事做起 因为开源世界呢 其实很多时候 它和我们在节当工作是很像的 就是我们在开源世界当中 同样也需要去积攒自己的credit 也就是我们的信用 我们需要让别人去信赖我们 去认可我们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去产生价值 因此呢 这就要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一些小事开始做起 可能很多的开发者都会很鄙夷说 你去给开源项目提taple 或者提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修改 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我自己其实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 你要勇于或者说 你要敢于去提这样的一些 proquest 你需要去提这样的一些修复 因为这个事呢 有两个点 第一 很多开源项目 它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研发合并的流程 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流程 直接进行开发呢 很有可能你可能会和 已经在进行的项目呢 产生一些冲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费时费力 因为后面可能你们创作点 还要去做merge request 等等这一系列的信息 会非常的麻烦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通过提pr 或者提这些小的项目呢 小的维护 来去熟悉这个社区当中的一些规则 他们的一些流程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 去做这样的一些小事的一些 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只有从小事做起 你才能慢慢参与到这个社区当中 因为你想总想憋一个大招 对吧 那可能 我们说先帝创业未办而终到崩促 那也可能会是你 贡献未办而终到崩促 反倒是你可能做一些小事先开始 然后呢加入到社区当中 去慢慢的去积攒自己的影响力 去积攒自己的信任 然后呢你再去做一些更大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 我现在对社区可能社区也不是那么熟悉我 但是呢我却是想做一件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包括你的思路通过一所提出来 然后呢先和大家社区当中大家去聊一聊 因为 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和社区大家去经过一轮一轮的讨论一轮轮的battle 然后大家真的觉得说这个事可以做的情况下 那可能你即使没有这样即使基础信任 大家也愿意看你去做 因为开源和我们的工作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点 在于说工作我们可能要被kpi 我们可能要去必须去做某些事 但开源呢因为大家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偏对公益的这样一个心态 所以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只要愿意去为这个社区去付出 大家的总体上都是比较欢迎的 好那说完了第一条建议 那我接下来来说我的第二条建议 just do it 其实在做开源的时候 我自己平时也会去看很多的 我的follower他们的一些profile 我去看说 他们在自己的这个get top上都在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 很多人呢他大部分时候只是去给一些项目点一些start 然后可能就没有后续了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对开源感兴趣 你真的想参与什么进来 那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开始去做一些事情 开源社区呢 它和我们工作当中一个很大的好处 或者很大的不同的在于说 其实你搞砸了 对吧 大家呢也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实际的身份 因为很多时候 说白了大家都是get top上的ID 对吧 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别人也不知道背后的你 是人是鬼 对吧 他能够信任的就是你在整个get top上的一些过去的历史记录 那你要勇于去做尝试 你也要勇于去做一些事情 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但不重要 搞砸了你还可以再把它重新修好 对吧 你搞砸了这个不是坏事 坏事是你永远不去做 你永远没有搞砸机会 你也永远没有成长的机会 毕竟我们的成长是靠我们一次次搞砸 然后我们一次次踩坑 然后我们才知道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那这开始在同样的你需要先开始去做 而如何参与其中呢 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就像我在前一个说你要从小时做起 很多大人喜欢说 我看到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哪有做的不好 我要去做一个更牛逼的项目 对吧 如果你这样能力当然很好 但如果你没有这样能力 那我觉得你可以从一些有技巧的事情上来做 比如说修typo啊 或者你去看一个项目的good first issue 对吧 你可以通过去找或者help wanted这样的一些标签 来去为这个项目去做一些最简单的贡献 因为这些标签往往是社区的维护者 在review所有的issue当中呢 他觉得这个事可以做 但是呢优先级不高 而且难度不高的话 他专门留给新人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任务的 提供给大家的 所以你可以其实从这些事情先开始做 然后呢慢慢的去积累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些能力也好 还是自己在社区当中信任 然后去提升自己在社区当中整体的影响力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真的是在开源社区当中当一个旁观者 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感受到开源的魅力 不能只依赖旁观 因为你旁观是你在看别人开源 你其实是领悟不到说开源当中的价值 你一定要自己入场去开始玩 去做一些开源相关的事情 你才能够感受到开源自己的价值 那么第三点我想给大家建议的就是算是我自己一个理解吧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开源 我们做的不是代码 而是社区 那这个事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去分析我们的所有的开源项目 或者说我们能够看的这些比较出名的开源项目 你会发现代码永远不是这些项目的最核心的点 任何一个开源项目 它的代码可能都很优秀 但优秀的代码不一定是它能够成功的点 可能对于一些某些特定领域的项目来说 我觉得它是确实是优秀才是first 但对于几乎所有的项目 社区都是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原码可获取这个事儿 其实有很多 我们从最早的兼优工程开始 就会有很多的项目的原码都是可以被获取的 但是为什么过去这些项目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力 非常广泛的开源项目 或者说它的整个的项目的一个发展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或者说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开源项目那么好 一方面是本身项目难度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一个社区的一些活跃度 我们是通过一个社区的活跃度 来去知道一个社区的 我们去知道一个开源软件 而我们想要让整个开源的生态 或者我们整个开源项目的变得大 其实也是依赖于我们的 整个的开源社区的力量的 所以说在整个开源的过程中 你关注的不仅仅应该是代码 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社区 那换到我们大家自己去开发一个开源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首先你要参与其中 你要把这个开源项目给做出来 一旦你这个开源项目有了1.0以后 那么下一步你应该思考的就是 我这个开源项目 如何召集到更多的人 参与其中和我一起来去维护这个开源项目 那么这个就会变成为你新的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的开源项目的人越多 那对于你自己来说 首先你可以不用废事去做每一件事 其次他们也会帮助你一起把这个开源项目变得更大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说你应该参与其中 因为其实开源项目的维护者 他也会有诉求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这样他自己不用那么累 那如果你意识到说 开源更重要的社区而不是代码以后 那我相信其实你自己在做开源项目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有所考量 我如何做才能够让这个项目 更好的被更多人的参与 对吧 那比如说我可能要去写好我的contributing点 或者是我要去写好我的code of conduct 我需要去给我的这些 easure去标注good firsteasure 来让我的参与者可以更好的参与 那这些其实都是整个开源生态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你去把这些东西做好了 你的新的维护者 才有可能源源不断的涌进来 那这些呢 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建议 那第四个点呢 就是我觉得是应该不带一颗公利心 去做我们要做的事 开源呢 总体来说其实是一个偏公益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我们整个工程师的领域当中呢 是很崇高的一件事情 我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工作的产生的这些事情 然后开放出去给大家去使用 对吧 然后呢 去造福更多人 那这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开源伟大的一个点 而落实到我们自己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带公利心去做这件事 我们不带公利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开源这件事没有太高的预期 没有太高的预期 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 很平静的把这件事给做下去 但是如果说你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就是要几个月拿到多少的star 拿到多少的follow 那很有可能你会遭遇的问题是 如果时间到了一半 你发现你的目标没有达成 那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 如果做 你目标可能依然达不成 你时间可能浪费 如果不做 对吧 那你前面的这些付出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就复之东流了 这就是你的沉默成本 但是如果说你从一开始 你对这个事情不要有那么高的公利心 对吧 我就是说希望去做一些事情 去让别人变得更好 或者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这样的一个初心下 不管是star也好 还是follow也好 它其实是你做开源 或者说你为社会产生贡献的一个副产品 对吧 这些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 如果你太过于关注说 我所产 我所能够获得的东西 很有可能会让你的行为变形 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内的很多开心项目 他们开始去刷star 或者是去刷别的一些数据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这些信息 其实或者说它的这个行为已经走样了 对吧 他关注的是那些虚无的指标 而不是整个社区的建立去 那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说大家要用好开源给大家的舞台 那我相信 今天看视频的你可能和我一样 对吧 我们大多是草根出生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履历 能够去 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价值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开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舞台 因为它能够让所有开发者看到我们的价值 你可以在开源的这个舞台上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让别人看到你做了一些什么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说你可以做成这件事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们在企业当中的工作 其实你的产出是很难被外界所感知到的 很多时候是很难被 你总能对吧 见到一个人说 你看这这这是我开发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开源的世界里 你做了什么 那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不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 我们做了什么 因为所有的信息 你都可以在我的Github的Profiere当中去看到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找到我过去做什么 你知道我能做什么 你知道我不能做什么 那这个舞台其实是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它不是专属于大厂成员 这些大公司成员的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会建议大家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对吧 在这些虚无的事情 而是更多的通过开源这个舞台 发出你自己的声音 让整个世界都认识你 这我才是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参与开源的一个方式 当然呢 最后我觉得也很感谢 深度这个社区对吧 和DDUC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开源 包括去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也祝愿能够看今天看视频的各位同学呢 能够在开源这件事上 越走越远 我们可以共同成为开源的同路人 好的 谢谢大家时间 那如果你希望了解到更多关于我的一些分享呢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Linux中国 Linux中国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那我会不定期在上面发布我自己的一些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点评的文章 那我们后面公众号上见